打球 跑步 工作压力大 溜溜汗 还能舒缓情绪 但运动好习惯 却不是人人都有 一份统计 30到59岁上班族最低超过七成 相当于572万的人 运动量不足 不是没时间 就是工作太累 我们发现说最近5年的台湾的567年级世代 他们的心理疾病的压力疾病是增加很快的 每年就增加了17% 拼失业赚钱 却也赔了健康 不少人提早慢性病产生 国内中壮年俗群高达200万人 有内分泌和新陈代谢疾病 150万人心脏病 139万人罹患高血压 饮食上又不忌口 甜点零碎 一口接一口 危害更大 糖会跟我们身体全身的蛋白质做一个结合 那这个通常是不可逆的 那这样的一个产物是我们身体不想要的 那也研究发现说这样的产物是引起我们身体老化 我们身体发炎的一个很重要物质 台湾人一年大约吃下56万吨的糖量 平均每人每天吃进67克 相当于17克方糖 远高于世卫组织建议的每日摄取量25克以下 长期上瘾会造成脂肪肝 痛风 失智 甚至癌症等等疾病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减糖是外加的糖 sugar 而不是说很多人现在误以为说 我是不要吃淀粉 我不要吃饭 然后什么弄一口都不敢吃 迈入高龄社会 避免老来疾病产生 良好生活习惯一定要尽早培养 大约新闻小时节 李明华台北报道